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档由性感天后李孝丽与老公李尚顺在冀州岛经营的民宿 邀请了普通住宿人一起体验民宿生活的新综艺 该节目自开播之初就创下了收视的奇迹 豆瓣上的评分更是高达9.2 人气歌手IU作为职员在加入节目后 收视率更是节节攀升 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李孝丽 私底下充满烟火气的幸福生活 简直撩爆了观众的小心脏 此外JTBC在今年推出的综艺节目 《同床阴梦2,你是我的命运》 也是狂撒狗粮的代表综艺之一 节目中邱祠炫和余小光的新婚生活 更是引发了巨大反响 两人不仅常常在节目中狂撒狗粮 余小光也凭借着傻里傻气的四次元形象 成功俘获韩国迷媚的芳心 甚至还被封为新晋国民老公 不难看出最近大伙的综艺都走的是亲密路线 观众看惯了明星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样子 反而更愿意了解他们私下最真实的一面 综艺回归到生活的本真 更加贴近日常生活 也渐渐成为了综艺的主流 而随着真正的男人 我们结婚了等大事综艺下车 近年来韩国综艺所走的路线不在主打搞笑为主 温情治愈的主题路线真的让综艺做到了娱乐解压两不悟的形态 韩国金牌PD罗英希今年延续了一贯的治愈风 推出了如《33餐》《饮食堂》《新西游记》等王牌综艺 无论是将综艺的舞台搬到农村 还是出走于海外 主旨都是以治愈心灵为主 操起副业的明星们脱下艺人的光环 其实也只是普通人 节目的形式不仅简单 治愈风更是满满 甚至连中国的芒果卫视也不禁借鉴这些大事综艺之后 推出了中餐厅 向往的生活等综艺 TVN作为这几年新兴的综艺大事故 在大胆创新和制造娱乐方面 果然是没有让国民失望啊 此外夏日必出的纳梁特辑也是韩宗最大的特色之一 无论是无限挑战哭声片中郑骏河被吓到面部猙獰的反应 还是Running Man 废弃女高片中 留在时与担当VG下尿倒地的画面 兜兜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呵呵大笑 炎炎夏日综艺里有鬼神作伴 不吓得你背后冷嗖嗖还真是不停手啊 除了纳梁特辑之外 各式奇葩综艺更是不断挑战着观众的认知底线 此前韩国就曾推出一档名为火星人病毒的节目 专门找些奇葩人士在节目中大秀自己的奇葩经历 其中一位名叫李晶元的女子 在节目中声称自己因为非常讨厌水 因此三年来化妆超过一千次 却从不卸妆 随后李晶元在现场大胆卸妆并接受一期检测 皮肤状况令在场的嘉宾和主持人 昨时吓了一大跳 节目组为了收视率 竟找来这样的奇能意识也真是不容易呀 韩国综艺早已不再是千篇余力的搞笑形式 而是为了将节目做到极致而不断地在寻求创新和发展 明星的影响力不再大于节目的本身 反而是节目本身的形式带动了明星的发展 作为综艺界的老司机 韩国综艺不仅影响了韩愚圈的发展趋势 更是直接带动了国内综艺的迅速腾飞 咱们在看到韩国综艺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得意识到自身的不足 加以改进才能更好地为国内的观众服务啊 节目的最后 社长为小伙伴们推荐一下 韩国三大娱乐公司JYP出品的男团Day6 这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男子乐队 一出道便获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 近日他们更是直接挑战了100秒 串烧JYP艺人的经典歌曲 听完之后都忍不住想要为五位哥哥们疯狂打Core 想了解更多新鲜具体的韩语八卦 请关注韩国社的官方微信 去一探究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